每天都一样 对未来充满幻想 总有一束光 在遥远星空飞翔 好像翅膀 有力量在我的心中 成长 站在山顶上 想飞向那个地方 能抚摇智商 在浩瀚宇宙 想插上翅膀 能飞向那个 有力的地方 看你 趁我们都还年轻 穿越一万光年的距离 与你相聚 爱上你是我的你 爱上你快如流星 却不放弃 啊 哈 哈 你 趁我们都还年轻 能看清 生命中的陷阱 与梦同行 在一起勇敢拨并 登上最高的山顶 山顶 设计的 广告 放心吧 两品这个案子 咱们胜算已经有八九分了 praise 走 もう一 快 放开 稍 gén 我 了 好 余总 这是良品铺子 新产品发布会的 转台设计图 我跟设计师卫然一起 已经改了实际稿 这是最满意的一稿 您正好也在 还有什么意见 我们还可以再改 非常好 非常好 既然你们在这个项目里 投入了这么大的心力 就不用我来重复 这个项目 对公司有多重要了 请余总放心 我们一定做到 不打无准备之仗 另外 设计稿是我们的命脉 还请大家严格报名 余总 你们继续 余总 最近做事敢打敢拼的 我很欣赏 这个案子如果你能拿下来 将会进一步巩固 你在公司里的声望 正好 离我离职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好好把握 余总 为公司干活是我分内的事 您的位子 没有人比书晨更合适了 我没想过 以我有限的人生经验来看 只有你树立了一个目标 才会把事情做得更好 至于目标能不能实现 那是水到渠成的事 别让我说 成长 站在山顶上 想飞向那个地方 能不要吃伤 在浩瀚宇宙 想插上翅膀 能飞向那个 有你的地方 Honey 趁我们都还年轻 穿越一万光年 的距离 与你相聚 爱上你是我的你 爱上你快如流星 却不放弃 Honey 趁我们都还年轻 能看清生命中的陷阱 与梦同行 在一起勇敢破冰 登上最高的山顶 陷阱 山顶 真巧啊 又碰上你们飞灵的了 雷总 准备得怎么样了 当然是有备而来 洛总亲自带队 看来非常重视这次的项目啊 凡是我都喜欢清理清为 你又不是不知道 当年还是我手把手交出来的 听说老鱼要走了 恭喜你要为从 总算有机会 能伸展拳脚了 多谢 请博曼公关的人先进来 没事 施总 咱们这次准备得很充分 这博曼就算再怎么加大也大 最后我还得看能力不是 也不知道 是不是被陆总良给吓怕了 你是不知道 他以前那些手段 待会儿你来操作批准备 我来解说 千万帮我定好了 咱们这次不能有一点差错 放心 各位好 我是飞灵公关的项目负责人 史维聪 本公司非常重视这次良品铺子的 新产品发布会 我们做了细致的调研 大量的数据分析 以及对行业趋势的调查 力争使我们为品牌量身打造的 策划案 能够更精准 更精确 更精彩 下面 就请允许我为大家 阐述一下我们的方案 简洁好记的预言 不单单是一个品牌的重要符号 也是其核心价值的体现 一句好的预言是 驱使消费者认同 喜欢 乃至爱上一个品牌的主要力量 所以 我们围绕好零食 挑良品的品牌预言设计了此次的方案 希望能够清晰直接地向消费者 传递良品铺子所追求的目标 满足每一位爱挑剔的美食创想家 达到最优质 最安全 最健康的零食 接下来就是本次新产品发布会的重中之重 展台设计 我们设计的理念 不好意思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的设计有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 你们和博曼的设计啊高度雷同 但是呢 他们在细节上要比你们完善太多 而且在文稿上附带了 零食产业全球发展趋势模块 给你们用心啊 这样看来 博曼这次胜出就无可争议了 这也太不像了吧 这也太不像了吧 设计稿都能流出去 沈维聪 你干什么呢 这件事我不能再坐视不理了 我早就跟淑晨说过 该抓的问题一个也不能漏 这么看来 菲林内部早就有问题 这还得了 如果博曼的人 真的已经渗透到公司里了 那岂不是今后 菲林每一单生意 都有可能被偷被抢啊 您跟樊淑晨都说了什么 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吗 你还记得回答希业的案子吗 那个时候 博曼和我给出的标题非常接近 当时我就怀疑 是新任林子余系的标题 不过没有任何证题 现在 我有明确的证据表示 这个人不仅还在费力 而且资历非常的深 不会是我们身边的人吧 不管是谁我都不能接受啊 都是一起打过仗的战友 不知道 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 查出这件事 行了 给你们一个月时间 查不出来谁也别想 坐我的位置 都给我滚蛋回家 雷彤你先出去 问淑晨你聊两句 你们俩还有什么话 恕我不能听的吗 我跟连方案都守不住的人 你这是在反问我吗 你怎么不许岳淑晨啊 会答的案子博曼出手的 都没抢走 每次都在你这儿出乱子 还好意思来问我 不害臊你就坐这儿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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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聊聊 你跟老玉都知道什么了 究竟有什么证据指向谁 你们早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 还是你们在怀疑我 那会答那一单怎么解释 也是我做的 韦聪啊 这是没有办法的例行公事 老玉现在在气头上 这个证据是什么指向谁 我不能说 我也谁都没说 包括老玉 公司的利益现在被破坏了 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包括我在内 你什么意思 会答那案子丢了 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我这边刚丢了一个案子 你就着急跟我划清界限是吗 你没跟老玉说 那你们俩在里边说那么久 说什么呢 说我多无能是吗 你是兄弟吗 韦聪啊 你要相信我 一定会抓住那个内奸 我知道这个人一定不是你 但现在这个时候 你光在这儿跳脚骂街 是没有用的 也是罪不能洗脱嫌疑的 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姓名气和地 该干嘛干嘛去 我知道我有很多问题 谁都可以怀疑我 但是就你不能 我是在乎你 拿你当兄弟 才在这儿跟你解释 换别人 我早一群打过去了我 你疯了 我说过不相信你嘛 没事吧 手没事 这儿有事 你知道我为良品这个案子 付出了多少努力吗 我长那么大都没拒过 我妈的电话我给拒了 我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 结果我付出的心血被人偷走了 我才是最伤心的 你们还怀疑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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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周门来给我送过优款 刚才直接给我不就完了 老真就想我了 这算呢 他算我 先生 你不能进 先生 先生 你不能进 你是不是在我旅游盘里 装了程序 陆总良 你真无耻 让保安上来 是 你个卑鄙小人 敢做不敢当 这种烂招你都用得出来 你现在真是肮脏到一定程度了 我这一天 有脸做噁心事 没脸承认 你以为你谁啊 以后离我远点 砸碎 陆总 把这个人拖出去 以后严定进入国外大厦 是 我怎么教出了你这样的徒弟啊 以后诬陷别人既得带脑子 如果我真的在U盘里下了程序 那么你连唯一的证据都没有 没有凡书陈提你保驾护航 你还能干吗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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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出去说 萌萌她好多的啊 嗯 她爸在里边赎罪呢 平时工作太忙了 也没时间照顾孩子 这回萌萌生病了 把手创上工作全都给放弃 马上买张机票就回来了 那多好呀 萌萌她肯定高兴死了 爸爸妈妈都陪在她身边 哎 对了 我老公说了 要请你和你同事吃顿饭 哎 不用 这么磕到干嘛呀 咱们都这么熟了 不是请你 主要请人家 嗯 那我把她的联系方式给你吧 我就不掺和了 你到时候好好谢谢人家 不然我去 人家可能就不去了 嗯 反正你帮我约好啊 实在是太感谢您的出手上救了 您看 这顿饭都太轻了 完全不足以表达 我们一家人对您的谢意 真的非常感谢 那天幸亏遇见你了 这要不然这后果 我真不敢想 你说我女儿还那么小 好 您太客气了 我也是刚好碰到这事 她为什么会来 明明当初对我跟哥哥 瞧不起成那样 现在 可她又二话不说 就送萌萌去医院了 越来越搞不懂 要的要的 而且今天我特高兴 这平时吃饭吧 就我们两口子加她一个 我就老个呢说 这不和谐 什么时候你身边也能有一个呀 你看 这四个人一起吃饭 在和谐 你别说 好像还真是 我想应该是林子余不愿意吧 如果她愿意啊 你早多少人抢这个位子呢 你这个人啊 怎么嘴上没个把门的 我们俩现在可尴尬了 我倒不这么觉得 我反而觉得有戏 子余 你怎么没告诉我的喜欢你呢 我瞅着真人不错啊 我刚才是故意那么说的 我看那彬彬有礼 很维护你的面子的 要不你俩把话都说开了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呢 你不懂 他跟我哥之间 我肯定得选我哥 哥哥哥 你是傻子吗 你心里就只有你哥啊 那我就只有一个亲人了 我心里肯定有他呀 真是被你气死 你晕我可不能晕 我还得替你过世的妈妈奶奶 外婆大姑大姨好好盯着你呢 像樊淑晨这样的钻石王老五 你怎么能轻易错过呢 我们直接去医院吧 还得守着呢 子余 我们就不送你了啊 对 那不然让凡婶 不用不用 你们快去忙吧 我自己走就行了 我送你吧 最近怎么样 准备去博曼了吧 博曼 我不去博曼啊 你不去博曼 你来菲林不是因为落棕梁吗 我是为了我哥去的呀 反正我现在说什么 你们都不会信 在你们眼里 他就是个十足的坏人 林几月 给我点时间 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在最后给彼此一个机会 我之前的确怀疑过你 会打结业的事情 现在证据确凿 的确有人把标出泄露出去 而这个人 绝对不是你 原来你们怀疑我是因为这事啊 你是那个时间段 唯一在我们身边打转的新人 而落棕梁又刚好出现在那个时间点 所以 让我们怎么能不去怀疑你呢 也是啊 原来你们早就怀疑我了 不是因为我哥出现才怀疑我的 看来我这人到哪儿还挺多余的 原来 许总不是那个意思呀 我还以为他早就看我不顺眼了 算了 也挺好的 我喜欢你 非常地喜欢你 喜欢你到 只要你说 我就想要去相信的程度 所以 桂纶梁出现的时候 我才更加地不能原谅你 我觉得有人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狠狠地把我打醒了 我一直努力地让自己各个方面都赢过 桂纶梁 我觉得只有这样 我的位置才坐得稳 才不会辜负我顶着出卖自己师父的骂名 而熬过的这段时光 当然 我知道所有人 都在背后议论过这个八卦 可是林子瑜 如果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你相信我吗 所以你承认是你陷害的我哥 你哥哥证据确凿 他暗箱操作 在整个公关界是什么样的丑闻 你应该清楚 所以他才会逃去澳大利亚 无法回国发展 就算不是我的话 也一定会有别人的 这件事 我不舍求你相信我 我只想告诉你 是我误会你了 是我错了 也使我误导大家 相信你就是那个内奸 所以林子瑜 对不起 我想说的 就只有这些了 耽误你时间了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喜欢待在飞林 我想留在这儿 你以后对待我 还能像对待普通员工一样吗 就算你知道了 我是洛总郎的妹妹 你而且你呀 你怎么知道 那的话 你还是能看你 你怎么在这儿 叫你 你不止枉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既然你喜欢做公关的话 为什么不去帮助纵良 说真的 我不喜欢博曼 我哥也不愿意让我去 我想待在飞林 这倒像是一个称职的哥哥啊 这个事我稍后给你答复 因为现在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等着我去处理 是那件的事吗 是啊 现在所有的嫌疑都在史维聪的身上 我得赶紧帮他洗脱这个罪名 从高一到今天 我和史维聪认识已经十几年了 从没像现在这么红过脸 老于现在怀疑他我说什么都没有用 就连史维聪都觉得我也在怀疑他 所以啊 我得赶紧帮他把这个人找出来 你在他手底下好歹也干过一段时间 就算不能帮助我 也能给我提供一点线索吧 粉总 我来帮你揪出那件吧 我来飞林这么久 史总对我一直挺照顾的 不管你们最后能不能接受我 就当是为了报答史总 还有给了我梦想的飞林 我来帮你吧 好啊 我把能接触到咱们这次设计方案的人 做了个名单出来 我粗略地勾选了一下 这些人应该没什么嫌疑 因为不是核心文物 你觉得设计师会有问题吗 卫然的口碑非常好 在夜内应该算是顶尖的几个之一了 他应该没必要怎么做 但是事实声音雄变 先按这个名单查吧 还有啊 提案前几天 有人说看到史外松和陆宗良频繁的接触 嗯 那你是怀疑史总还是怀疑我哥呀 我是怀疑那个人设计 让史外松当提死鬼 别怕 应该是跳闸了 小区再见啊 在检修线吧 来 帮我一下 哦 你怎么背着这么多蜡烛啊 不怕你笑话 这些蜡烛啊 是我那些朋友送给我的 原来说让我给女孩过生日玩浪漫 结果这女孩压根就没看上了 全打包给我气化了 笑什么呀 我这样的人要承认别人不喜欢我 那是很难的 为什么呀 你就一定得什么都是最好的 一定就不能失败 也是 你也不喜欢我 我去趟厕所 想到累 想到你疲惫 想到会 想到你憔悴 想到不碎 还记得吗 这是你送给我的 说是用剩余材料做的 没想到你真的用上了 其实就是些多余的材料 可对我来说 却十分地珍贵 我想你的真理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 别人亲手做的东西 谢谢你啊 我好像从来没向你道歉过 你带我去看星际 鼓励我 帮我做出那么好的词华案 从博曼的手里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好像都当成理所当然了 结果 我还这样误会你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这有什么的呀 那要这么说 我还得跟你道歉呢 一开始 我也是有目的接近你的 我就想看看 把我哥逼走 让我没有办法一家团圆的人是谁 而且我哥走之后 我只能从邮件的只言片语里 知道一些情况 那个时候 我一个人在国内 我真的太想我哥了 我就想着 去飞林看看 万一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这样我哥就能回来了 我就可以一家团圆了 说这些难过的事干嘛呀 反正都过去了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帮失踪洗脱罪名 你几月 那你现在改变心意了吗 对飞林 对我范淑辰 就有关系 我在乎你 就都给你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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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一切都和你有关系 有关系 和你的一切填满记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只想把你捧在手心里 我只想把你捧在手心里 有关系 我愿意 把世界都给你 这么黑赶一个人走 胆儿过大的呀 我刚才没看清楚 在我后面走吧 你 你是不是傻呀你 什么 小区无业就是你哥吧 你说你就把你哥 飙称你哥 我们又不知道是谁 再说了 我们又不知道你们是兄妹 是啊 你也是 被找到一个没有无业的小区处 这不是留着把柄 让人满世界的怀疑吗 我当时怎么想到 我脑子肯定是进水了 被你闯哭了 你这样当简洁 没事就自报 好 不万如我真怕你来好了呢 我又就有一个种人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我这不也是第一次吗 我没有经验 快点 我智商都被你带扣留 所以你啊 就适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路子 乖过得做好本职工作就好了 我看你了 来电了 樊总 你是不是怕黑 我怕什么呀 不对 你肯定很害怕 因为我看你背后都湿透了 你是不是怕黑 没有 我不怕黑 太热了 樊总 原来你怕黑 我说了不怕 对了 你怎么叫我樊总 我们现在是破案小分队的伙伴 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了 我一时半会儿有点改不掉口 那你现在改一个我听听 试一下 不用不用 那个 我先回家了啊 哎 我开车送你吧 不用 余总 Thanks 司ivas 司马上有什么事 政綦刚从我这儿走 你给我看了一张 你也看过的照片 哦 为什么不告诉我 史维聪和骆宗良有频繁的接触呢 我 我跟政綦说过了 这事没确定之前啊 先不要扣散出去 好 那如果他怀疑的人不是史维聪 你还会不会瞒着我 没瞒着你 我是不相信 我跟史维聪十几年的朋友了 我可以用人格担保 他绝对不是内心 朋友 我 我就套用一个人家电影里的台词 你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我从事这行业这么多年 最大的感触 是人心一定会变 我会尽快找到那个内心向您证明 史维聪是清白的 相信自己的感觉是对的 过分地相信 迟早会出问题 林子虞的事 史维聪的事 如果你早一点开诚布公 那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会答协议的时候 你就直接去抓林子虞 发现问题 马上调转方向 没准现在我们就已经 找到这个内奸了 也不会影响金泰的合作 维聪这个锅 我让你背一半 不委屈你吧 余总 该我负责任我负 绝不推脱 但是史维聪 他绝对是无辜的 恰恰就是那张照片 让我相信了史维聪是无辜的 好 所有的证据现在都指向史维聪 可我那么容易怀疑我的手下爱疆吗 如果这个事情不是一个阴谋 就史维聪这个二把刀 骆宗良是绝对不会靠近他半步的 骆宗良是什么角色 我是看着他一路走过来的 我太了解了 维聪呢 就是聪明反背聪明 感觉自己有点能耐了 我就要跟你骆宗良逗一逗 我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玩 把自己玩进去 连自己的下属都能抓到把柄 不在一个短位上 那既然你相信史维聪 那些所谓的证据就不重要了 维聪这儿先不说了 那我说说你吧 通过这件事 我希望你 能对个人的行事风格反省一下 沟通有多么重要 我就不再多说了 但是你必须 要完全相信你的队友 不管是史维聪还是我 都是可以替你解决问题的人 可是你非要自己扛的话 最后就会出现这种 不必要的麻烦 好 好 我一定好好反省 态度还行 再点点什么 一会儿还有人要来 一会儿再点吧 当然啊 在这个事件当中 你也有做得不错的地方 不管博曼的人有什么目的 菲林自己的事 是不需要外人插手的 Ada 我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 查内奸的事我交给你 我是放心的 等过了这个坎 接下来的每一天 骆宗良都会考虑一件事 用什么更损的招数来对付我们 你也需要考虑另外一件事 到底用什么方法又能击打到他们 又能让我们一劳永逸地 摆脱掉他们 摆脱掉我们 那就是 那就是 成为业内最强了 好大的口气啊 好大的口气啊 算吗 喂 别坐 来 来 来了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你这句话 我理解着你还在关心我 对吗 对不起啊 蕊聪 我不应该这样怀疑你的能力 我也不应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把这事摁下来 反而让蕊总更加怀疑你 蕊聪气性够大的 初晨 我知道 今天这事一出 我的嫌疑最大 当时我是替你怀疑我 现在 我是替你瞒着我 不过我又想 我也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没告诉你 我见到陆宗良的事 那是因为后来我才发觉 我可能上了他的道 我怕我说出来 没人信 只要你说 我就一定信 陆总 不 您找我就这事啊 这么谨慎 不会是怕我吧 怕 我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 您还有一件事情应该想不到 对啊 石总现在 可是在玩火呀 我百分之百相信时为止 那你最好看看这个 我不需要您的帮忙 我说过吧 我百分之百相信时为止 我会用我的能力 找出卧底到底是谁 我会用我的能力 你最好看的 又是什么 我看下来 你把我帮忙 你洗脑的 还要帮忙 我帮忙 你把我帮忙 就 我不帮忙 我 我不帮忙 没心没肺的 但不是只有你们 才对公司有感情有责任 我史维松对分离的感情 不会比你们差半点 二位算是我的左膀右臂 今天公司呢 碰到了这样的事情 你们俩应该携起手来 把这个内奸给抓出来 让公司尽快地度过危机 从今天起 谁都不许互相隐瞒什么 即便是为对方好 也不可以 余总 哪有互相啊 任何时候我都没有想过 蛮无数尘 我就是打算晚点再说 对对对 我错了 今天有什么事 咱们就算说开了 越是在博曼 对咱们耍手段的事 越不能起内红 看美社的平台 咱们感觉 你说什么都没有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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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录后 要看美人那排对我 有人无奈 有人悲哀 有人要离开 有人徘徊 有人摇摆 有人怕失败 有人等待 有人澎湃 有人飞起来 应该把今天写在我的人生意义上 等明天的光芒万丈音乐浮现在月亮之上 我有我的人生和谁都不一样 我要通过我的努力 可以追踪出浪 别告诉我什么可以 什么不可以 什么手可以 决神千里 你是你 我是我 每个人只代表他的自己 别怀疑我的明天 我的轮轮会通向哪里 决定出发的那一刻 我只需相信我自己 我的时代我可以 永不厌白 接受帅的等待 原来 才重来 我的时代我创造 与你的未来 拒绝拟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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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来拒绝平庸 获出自己更精彩